458.2分躲击 谁注意全红禅赛后一动作 真是搞笑女失锤 陈雨昕宠溺 大家好我是詹妹 我们一起来关注2023跳水世界杯 蒙特利尔战 在这场比赛 全红禅再次上演 精彩的表现 以20分的绝对优势拿到冠军 陈雨昕最终拿到第二名 全红禅收获这个冠军 最终也收获5.1万的人民币奖金 可以说自从东京奥运会后 全红禅在市民跳台 和陈雨昕展开激烈竞争 在此前的六场比赛 全红禅连续落败 而也都是跌在207C这个动作上 在预赛阶段 全红禅终于向外界展示了 她已经对于207C这个动作 游刃有余 拿到满分 而在决赛时刻 全红禅更是点燃全场 在第四跳207C这个动作 拿到四个满分 震惊四座 复制了东京奥运会夺冠的表现 全场12个10分 总共458.2分 而陈雨昕的发挥也非常稳定 拿到438.9分 获得亚军 在这次拿下冠军之后 全红禅并没有哭泣 她对于这个冠军可以说 志在必得 渴望非常久了 所以说顺理成章 站上最高领奖台 在赛后全红禅 再次展现搞笑女的一幕 她一跃跳在英国选手 身上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 两个人因为语言不同 画面非常搞笑 而英国选手赛后还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自己和全红禅的合照 表示全红禅是自己的闺蜜 由此可见全红禅 可爱的性格 受到很多运动员的喜欢 同时呢 在这次全红禅夺冠之后 谁注意到陈雨昕的动作 她也是对着镜头 竖起大拇指 对于全红禅也表示 认同和赞赏 虽然自己输给全红禅 但是她非常的大度 并且呢也非常肯定全红禅的表现 所以说两个人的关系 还是非常融洽的 在场上是竞争对手 在场下是好朋友 这一幕呀 也让非常多的网友 看得非常开心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不少网友都说 不敢看这场比赛 看得是回放 因为太喜欢全红禅了 所以说跟着全红禅紧张 如今看到她终于 克服27C这个动作 网友悬着的一颗心 也放下来了 朋友们就是怎么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